什麼樣的婆媳關係最安全呢 就是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 但是今天這一隊 完全打破刻板印象 同一個屋簷下著戲相處 兩人又話直出的個性 竟然可以營造出母女般的 逆甜好感情 沒錯今天要拜訪的主角就是 宅之小惡魔小CALL 還有婆婆毛毛姐 醫師到你家準備出發 好 嗨 打擾了 陳醫師 希姐你們好 大家好 我是打擾了 不會不會 歡迎 歡迎 你知道我第一件事要幹嘛嗎 那還知道 我們家抽屜 欸 你不要那麼直接 希姐快很準 我喜歡 陳醫師 你看吧 你看 他們家的抽屜 來反比 不是 希姐跟陳醫師 你們怎麼對我們家 這麼的了解 對啊 我跟你講 我是要想到小洗的 我們來看一下 哇 這什麼 就是吸管啊 然後就是免洗筷啊 很正常 家裡一定會 還會在送外送啊 常做的概念 真的耶 好滿 而且我跟你說 這些 我跟你講 廚房 欸你也太厲害了吧 你對他們家 是 我真的懷疑希姐在我們家有裝潔 是 你看 隨意是 你看 你看 廚房裡面的 這個抽屜 都對啊 都對啊 欸 而且 咦咦咦也來臭熱鬧了 咦咦咦咦咦也來臭熱鬧 天啊 是是是 欸 你在寫什麼就放 超整齊的 我聽說啊 就是小CALL嫁進來這個家之前 不是長這樣 真的嗎 真的 你知道嗎 我其實第一次走進這個廚房的時候 我也是 雞下肚一般 因為我發現 欸 烤箱啊 微波爐啊 一些 所有的一些鍋碗 瓢盆 幾乎都在 然後櫃子其實有點斑駁 然後呢 那個也就打不開 打開裡面都是蜘蛛網 其實最大的原因 我也要把我婆婆講 她為什麼不整理 就是要忙生活啊 家計啊 又要照顧兒子 所以她回到家第一件事情 就想要睡覺 對於家裡的整潔 就沒有這麼用心 所以我就能體會她 但是 她的身體你知道 年紀越來越大 已經六十 六十幾歲 年紀大 就關節會有一點 對 蹲下來 再站起來很危險 是 我就覺得東西一定要放神奇 所以我就決定把這一套呢 放在 欸 搶了 現在在女活動身上 沒有搶了 就是大家一起使用這一套系統 欸 那陳醫師念是這個 我可以 人父嘛對不對 對對對 我可以理解 因為我們家跟那個小寇 就倒過來 啊 你不能說場面話嗎 其實是真的 我每天都被面說 欸 你那個東西怎麼不歸位 欸 但是你把你這套強壓 在你婆婆身上的過程 你們有沒有爭吵 基本上是有的 因為她已經習慣六十年 她的生活模式 要磨合 對 要磨合 所以其實一開始 我還會定期的做檢查 真的假的 妳這樣真的有婆媳問題 妳這樣沒有 沒有 我們是母女 就是 就是我不會天天檢查 因為天天檢查對她來講 壓力很大 所以呢 我就會說 我大概一個月啊 時不時就把抽筋打開 嗯 這裡不是泡麵 怎麼會有一根吸管 吸管是在外面的 都是為了愛 這位一駕進門 就戰地為王的媳婦小Call 真的能跟辛苦持家的婆婆 發展出情同母女的婆媳關係嗎 一個人說不准 趕快來聽聽 毛毛姐的現身說法 歡迎毛毛姐 謝謝 妳好 謝謝 好 好 我們剛剛聽了小Call有講了一些 她跟妳的那個相處的方式 她說她都是為了妳好 妳真的嗎 敢是 這樣 好 她是愛整齊 然後 我給我壓力太大 喔 講出來 確定 她們過來的時候就開始她在 搜東西 搜東西讓化味啦 就說我東西都亂白啦 展地盤啊 所以 毛毛姐 後悔嗎 後悔 有一點點而已 啊 糟糕 怎麼辦 沒有 沒有能退輪到 兒子私人了 我們今天是錄醫師在我們家 怎麼會這麼 好 剛剛小Call也有提到說毛毛姐以前很辛苦 對 就是呢 一個人獨立把兒子帶大 對 然後真的沒有想到會娶這樣的媳婦回家 然後 還跟她 七千年 你不要這樣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把毛姐說 聽毛毛姐說 真的很累 一個人要租房子 店面是租的 然後今天生意來的話 很好 沒生意的時候我就會想 壓力很重 我一個人又要賺錢 又要再陪兒子 大家要吃飯 又要請工人 然後又要房租會 真的我的頭腦 就是壓力還重 都只想說 我要去買菜 我今天要買什麼菜 煮什麼菜給客人吃 然後 賬單付得出來 公司發得出來就好 每天都在為這些生活的瑣士 柴米油煙醬醋 然後其他人的這些 開銷 就想閉上眼睛睡覺 對 所以我 沒錢 錢買化妝品 我就像煮飯 我們有那種都是 50人混的部分 蒸鍋 然後蒸煮好的時候 我一開下來 我要去添換 就好多煙 就說我的臉就要順便蒸 順便蒸我的臉 不是不好 是可以保水 讓毛細孔比較冷 但是要 要補一點保濕 對 然後那樣會更加 就是覺得我太有水分 你認真的嗎 這好像不太對 一開始啦 就是大概三年前 我就覺得我婆婆這個白頭髮 有時候帶我婆婆出去 大家都以為她是我阿嬤 那我就覺得說 我婆婆根本年紀沒有這麼大 然後我就說 你去攘黑 你去攘黑 然後呢 強迫她 但是因為她白髮其實留滿久 然後呢 她被我說服之後 她就去攘黑 攘黑之後頭髮變長 我就說算了算了 好像竹葛梁 你還是留白 我們聽到了一個重點 我們聽到了一個重點 不只是收納的部分 小柯強迫 連打扮 她的臉都要強迫 髮色 對 那保養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是 但我沒有強迫她保養 我是教我婆婆 怎麼樣保養 是 教嗎 對 她現在如果拿一個缺貨 會說 欸 小柯我這瓶已經沒有了 我就說 我真的是化妝水 我這瓶沒有了 我這瓶是乳液 我就要幫她補上 所以真的就是 小柯跟毛毛姐相處起來 就很像母女這樣 處處都是會著想 因為冰冰淇淋 自己成真是恆星的 所以做紋子教訓 還也還好啦 我覺得應該是 小柯的保養點 對 有保養 有保養 那不然我們先來看一下 兩位平常都用哪些保養品 好不好 好 毛毛姐的肌膚看上去 白鏡有光澤 完全看不出已經是年過六旬 果然岩師出高圖啊 小柯究竟貓婆婆設計了 什麼樣的保養菜單呢 馬上來開箱 兩人的日常保養品 好的 我們看到兩位的保養品準備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毛毛姐的是 1 2 3 4 小柯 欸 1 2 3 4 5 6 7 欸 妳這樣子 沒有 我沒有偏心 是因為我怕我肚婆記不住了 是不是 她真的會記不住 好啦好啦 小小皆心 小小皆心 1 2 3 4啊 確實 真的 對不對 以前有 現在已經都熟了啦 啊 這些是什麼嗎 我們講一下 這個化妝水 等一下 快沒貨了 快沒貨了 我貨了 我貨了 我貨了啊 今晚你就補上 這個是清華裔 清華裔 乳液 還有這個是 那個什麼 漂白 不是漂白 是那個啦 螳曬 對 螳曬很重要 對 那這個 那個是 眼霜 以前我都不用買這個 都會洗臉是 切水洗一洗就好了 至少要用個洗面乳吧 沒有 連肥皂都不用 因為我婆婆她有時候會跟我說 她的那個 她比較在意細紋 所以基本上呢 我會給她擦的東西 就是比較著重於在細紋部分 像這個她就是可以有拉提啊 然後一些細紋的地方 她可以去加強 所以她的精華就是會以細紋為主 然後因為她非常在意她眼周的眼紋 但因為你看我都不擦眼霜 但是我婆婆我就會說 欸那你就擦這個眼霜 再來那個眼睛周圍 我就叫她用點的方式 去拍打 那你比較在意的地方 你就是 盡量的去拍打她 但是不要摩擦過度喔 有時候會講疏力腫 不會她還好 輕輕的輕輕的就好了 有很多保養的知識 巧克力會跟你分享對不對 那你聽不懂是不是 對啊 收聽不懂嗎 我們一二三四這樣就很夠了 對 SIMPO is best 對 但多少還是有一些些概念啦對不對 其實你在用了這些保養品之後 你覺得你應該有改善吧 有 你的皮膚 哪裡 這裡 其實比較柔 比較柔 而且比較漂亮 對 比那個蒸飯好齁 對 對 小哥是一個很棒的老師 對 老婆我教得很好 真的 那小CALL你自己的保養品來 因為基本上我有分早上跟晚上 然後呢其實我 也是算是蠻簡單的啦 因為我通常一定會有化妝水跟乳液 然後我的晚上呢 就是這一瓶的化妝水跟乳液 那我會看狀況 因為我最近斑點多 我就會公平再加一瓶就是 那個斑點多 是美白斑點多 對 那如果說我覺得我最近的狀況比較乾的話 我就會再加一個油狀的 油狀的我可能會在化妝水結束 或者化妝水前的就是夾在這個前後 一點點 對 一點點 我整臉啊 因為我乾起來很乾 然後擦完之後我才會擦後面的乳液 然後我就覺得說年紀越來越大 然後代謝也變慢 所以這個光澤度也會變得很差 那我覺得有時候我在擦保養品 怎麼擦那個蠟黃的感覺 還有那個斑斑點點 真的很多 沒有辦法一下子就把它去除掉 到底該整塊 老公你這個情況 其實就是年輕的時候 看人帥的比較多 所以我們一定要跟大家說 就是不要說不要防曬 就不要說我又不怕黑 為什麼要防曬 我們防曬是為了要防皺紋 然後防斑點 所以你現在的情況其實還有的就 不要擔心 你平常呢 繼續維持你良好的這個防曬的習慣 然後呢你記得注意的事情就是說 你可以在晚上的時候加擦你的那個 美白 然後你可以再口服一些抗氧化的保健食品 哦 內服跟外幼都要同時計時 對 同時計時 然後你只要一下外景一拿全身包緊緊 怎麼可能 這很難耶 這很難耶 我跟你說你 是做大自然的 你至少要戴個那個什麼UV100類似那種的 整個遮起來 那不然你至少就是你外景休息的時候 我真的防曬 那我可以 總之就是愛你就是一定要努力就對了 對 不要吵借口 對 所以說聽起來啦 兩位應該有一些基本的這個保養的概念 還不錯 那陳醫師今天是不是還有一些烤題 要來烤烤兩位 好 兩位平常其實都有在分享保養機器 但是似乎好像還是不太夠的 看到了嗎 喔有點緊張 只要考試我就會先幫我一下 好喔 欸你是不是我都不知道你 是不是好緊張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是什麼呢 詩姊幫我唸一下 請問保養品的存放要放在 1.梳妝台 2.冰箱還是3.浴室呢 我都放在浴室啦 我都放在浴室 對啊 他是放在浴室 我是放在梳妝台啦 那 小Call是 登登 啊 冒冒姐 抱歉 放浴室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台灣其實是一個 亞熱帶的一個地區 所以其實我們 霉菌啊 浴室啊 其實是非常容易長霉菌的地方 有時候我們洗完澡 如果沒有刮浴室 其實就會長霉了 好 那保養品你一旦打開 然後你沒有立刻用 然後放在那邊 就不行 第二題 好的第二題 來看一下 洗完臉沒有緊繃的感覺 就是不乾淨嗎 洗完不緊繃 不緊繃就是不乾淨 不對 你覺得是乾淨的 蛤 對 好我們請陳醫師解釋 好 其實就是說 其實我們洗臉的時候呢 你一般來講 最好是在手上 不管是什麼樣的產品 你把它戳出一些泡沫 很溫柔的去把你的臉 去做一個輕柔的按摩 然後我們再用水把它潑乾淨之後 然後用衛生紙擦乾 這個時候你摸起來不能夠太色 如果覺得很繃很乾 那就是錯的 你的皮脂膜就受到傷害了 最後一題 第三題 第三題是 請問眼霜可以改善眼袋跟淚溝嗎 眼霜 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嗎 這個 這個 可不可以改善你的眼袋跟你的淚溝 老貓姐你知道淚溝跟眼袋是什麼嗎 不知道 對 宋翻題 來我們先來解釋什麼叫眼袋 什麼叫淚溝 請大家稍微的拉了一下自己的下眼點 拉得起來的地方 通常像毛毛姐這個就是有一點眼袋 然後我們笑起來的時候 像小柯笑起來有一個臥蠶 那個不是眼袋喔 但是臥蠶 但是臥蠶 那像我們有時候 像細節是一點點 我也是一點點 我比較明顯 淚溝的話就是我們有個韌帶這裡比較緊 會有一條線 那個有時候連小孩子都有 在帶點好像是 對 所以如果你已經出現了像毛毛姐這樣子的眼袋 而且她眼妝可以延緩她的惡化 但是沒有辦法逆臨 把眼袋弄不見 喔 那該怎麼辦呢 對 衣美 衣美 各位我也是這樣建議我婆婆 好但是就是一些基本的保養品 至少不要再惡化 從木頭生活習慣的磨合 到對彼此個性的包容體貼 我們見證了小柯和毛毛姐這對完美的婆媳 接下來就請陳醫師告訴我們 如何挑選保養品 以及正確保養肌肤 我們在市面上 有一些保養品 其實會有一些很popular的成分 那大家就記得把它分成四下 一個呢就是年輕的肌肤 我們要保濕跟防曬 一個是熟齡的肌肤 我們要抗老 最後一個呢就是 抗敏感的肌肤 所以基本上呢在保濕的方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說像是這個玻尿酸啊 或者是尿囊素啊 或者是絞砂碗 它就是一個比較清爽的質地 到一個比較中等綿膩的質地 到一個很滋潤的質地 照你的膚礦去選擇 那記得呢太油膩的 像絞砂碗這樣的成分 也不要擦太多 不然很容易讓你臉上的毛囊蠻蟲變多 反而變泛紅 那像我們現在戴口罩啊 比較容易泛紅 有時候需要安撫的話 像我們像這個乾草酸啊 就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成分 那有一個基本的保濕概念之後 寶寶姐最在意的抗老 對 其實你的眼中呢 你可能可以開始加一些 類似A醇 外用A醇的成分 是A醇 我先試一下 A醇 A醇 對對對 A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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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寶寶姐有時候會在意毛孔 跟臉上的一些細紋嘛 是 所以有一些維他命B3 然後呢 另外如果說寶寶姐呢 她在夏天比較容易出油 小脂有一點堆積的時候 你可以給這個 單純酸或是杏仁酸 那是杏仁茶喔 有杏仁酸 大概就這樣 簡單就好了 OK 對 簡單的好記 好的好的 反正都是媳婦幫忙記 對 對 然後我覺得真的也是 剛看到他們互動 其實是蠻感人的 真的 對 我覺得趁這個機會 我想小Cone 一定有些話想要 跟婆婆說什麼 對 我覺得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個性 比較強硬一點 對 然後 我很感謝我婆婆 就是她可以接受我這麼強 強的那個個性 然後 這樣跟我相處起來 其實我覺得 很像母女 那很感謝她 可以這樣接受 其實不能退貨 但是她還是 欣然接受 謝謝你 阿布 就是怎麼樣其實都是 為了母子好 對 家庭 一個家庭一個愛 對 讓我們夫妻好 我也好 對 就是一家人 對 所以媽媽姐要注意一下 我們皮膚呢 其實還反映著身體的健康 就是除了說有這些瓶瓶罐罐的外呢 我們要早睡覺起 要運動 有有有 就像現在常常疫情在家 你可能沒事也可以起來走一走 有 每天一萬步 對 這樣子皮膚也會有 對 有這麼好的這個相處的婆媳關係 心情好 皮膚好 然後再搭上這些就更好更好 更健康 沒錯 今天很開心 謝謝小Cone還有毛毛姐 謝謝西姊 謝謝陳醫師 謝謝毛毛姐 謝謝西姊 謝謝美姊 謝謝小Cone 那我們也是少影家 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要如何正確保養肌膚呢 想要揮別熟齡肌 防曬保濕絕對不可少 可選用溫和和保濕成分 具有拉提除皺效果的保養品 此外 養成規律的作息和運動習慣 飲食盡量控制清淡 最重要的是 保持心情愉悅 才是逆鄰保養的關鍵喔